在春节连续假期日间,各个地方都涌现返乡车潮 而在台东却传出惊险的火销车事故 一名纯姓的车主在大年初一开车返乡过年 把爱车停在河江路一处草皮控定 车辆不明原因起火燃烧,整辆车复之一炬 所幸当时车里头没有人,火势在十分钟之内顺利扑灭了 而详细情辅原因还必须待调查 色恶的喇叭声不停坐向,眼前的银色小轿车被熊熊烈火吞噬 不时伴随爆炸声响,车声挡风玻璃焦黑破裂,冒出滚滚黑烟 大半车声复之一炬,景象触目惊心,吓坏车主 所幸诚信车主一家人当时并不在车内 这起惊险的火烧车事故就发生在12号下午2点多 台东河江路移出空地 诚信车主趁着春节期间开车返乡过年 因为家中轻友众多,于是将车子停在了附近的草皮空地 不料车辆禁,无故起火燃烧 猛烈的火事一路沿烧到一旁杂草堆,消防队货报赶地现场,迅速拉起水线灌旧 就在短短10分钟内顺利扑灭火事 只是没想到大年初一兴高采烈回乡团聚,竟发生火烧车意外 幸好无人伤亡,不幸中的大幸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,还有待调查理清 这里是沙家会台东市报道